大家好 我是Stan 前幾天在影片底下有網友留言 不太懂JYP為何是女團名家 而剛好最近在韓國論壇有網友整理了 被稱為是女團名家的經濟公司的貼文 所以今天我們就來看一下 JYP娛樂是女團名家的理由 第一 首先是歷代在韓國拿下姻緣 年間一位的女團共有五組 而其中有三組是JYP的女團 Wonder Girls Miss It Twice 2008年Wonder Girls So Hard 2009年Sonyoshi Deji 2010年Miss It Backer Cougar 2010年Tiara Rulipoli 2016年Twice Cheer Up 而這三組女團都拿過 因緣年間一位年末大聲 第二 JYP推出的女團都在出道曲 或者是出道第二次發表的歌曲就大紅了 2007年2月10日出道的Wonder Girls 是JYP娛樂推出的第一組女團 在出道曲挨了你之後發表的 Tell Me So Hard Nobody 連續三首歌都創下了 男女老少通殺的爆發性人氣 2007年2008年新人獎 2008年2009年大聲 並以Nobody這首歌 創下了韓團首次進入Pillboard的 Hot版排行的紀錄 而除了出道曲Irani 從Tell Me To Why So Lonely 所有主打歌都拿下了 音源排行榜的一位 再來就是 2010年7月1號出道的Miss It 以Beck Ergoogle出道第21天 就在音樂節目拿下了一位 創下了當時女團拿下一位的最快紀錄 而這首歌也在當年的 Melon Cowan Chat 都拿下了年階一位 並在年末頒獎典裡 拿下了年度歌曲獎 年度大賞等 創下了以出道曲 同時拿下新人獎大賞的紀錄 而出道後 發表的所有主打歌 也都進入了音源年間排行 同時在這個女團 也誕生了國民初戀蘇姬 然後就是2015年10月20號 以我給出道的Twice Twice在2016年發表的Cheer 拿下了Melon Cowan排行的年間一位 2015年2016年獲得新人獎 2016年最佳歌曲獎 2017年年年度音源獎 2016年到2018年 連續三年獲得了 馬馬年度歌曲獎 累積專輯銷售量 將突破了1000多萬帳 創下了韓國女團專輯銷售量的一位 並在2021年 Eat The Fields 進入了Pilbo的Happi排行的83位 出道紀念次的今天 仍然有著非常高的人氣 最後就是2019年2月12號 以出道曲 卡拉達拉出道的一集 在出道第11天 就在幾艘款音樂節目 拿下了一位 創下了歷代韓國女團的最短紀錄 並在Melon Cowan Chart 拿下了年間10次11位的成績 然後也在當年度的頒獎天裡 拿下了15個新人獎 成為歷代獲得最多新人獎的KPOP團體 Eat The Fields 目前累積專輯銷售量突破了140萬帳 2020年也進入了Pilbo的Happi排行的11位等 出道三周年的今天 也在持續的成長當中 出道三周年 恭喜Eat The Fields 然後在2022年2月22號 GYP娛樂即將推出的新人女團Mix 在沒有公開任何資料的時候 就創下了6萬張的專輯預購記錄 所以GYP娛樂的女團名家稱號 大家覺得會不會繼續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字幕by索兰迷你